如果白俄罗斯遭到袭击 那俄罗斯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武器来做出回击 这是俄罗斯一位外交官公开表示的说法 近期天啊 白俄罗斯周边形势日趋紧张 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最高的旅行警告 要求任何在白俄罗斯的美国公民都应立即离开 但不要前往俄罗斯或乌克兰 咱们按照美国政府以往的惯例啊 都是认为这个国家即将要发生重大危机 或者是战争冲突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才会发出这样的警告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目前白俄罗斯正处在战争和冲突的边缘 这个警告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你看俄罗斯在当天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这是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在接受采访时 他说任何第三方都不要试图袭击俄罗斯的这个主要盟国 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明确表示过 如果白俄罗斯遭到袭击 我们就会把它视为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 根据俄联邦的军事学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一切可用的武器来做出回应 俄罗斯的这个说法可以说非常强硬 我们知道目前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的确是有不小的军事存在 包括年初俄白联合军事演习之后 就有大约一万名左右的俄军部队继续停留驻扎在白俄罗斯境内 前两个月俄军还把战术核武器核弹头 以及发射所用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 此外呢瓦格纳的部队现在也已经大规模的在白俄罗斯境内存在了 人数多达上万人 俄方所说的一切可用武器来做出回击 那当然就包括这些常规部队核武器装备 也包括核武器了 其实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两个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如果白俄罗斯遭到侵略 他将毫不犹豫的就动用核武器 俄白两国如此强硬 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白俄罗斯的边境形势实在有点紧张 你看目前波兰军队在于白俄罗斯边境增加了大量的部队 波兰方面的理由是因为瓦格纳大量来到白俄罗斯境内 对波兰构成直接威胁 但是很显然 瓦格纳部队就算人数不少 战斗力不弱 但与波兰军队相比 那还是差的很多的吧 就在前几天波兰还举行大规模的阅兵 按照当时波兰总统杜达的说法 没有一个国家能侵略波兰 而且波兰现在还在进一步大规模扩军 从装备数量上要成为欧洲的第一大陆军 有消息说波兰还要跟立陶宛与乌克兰组成联合部队 来保卫乌克兰的西部 实际上就是波兰军队想要进入乌克兰 而这必然又会引发新的地缘冲突 作为与乌克兰北部有大量接壤的白俄罗斯 也将不可避免的受到相应的军事冲突的可能 而同时呢 俄军因为在俄乌冲突开始 就是有不少部队是从白俄罗斯境内出发 进入乌克兰的 所以也有一种观点 认为俄军目前在白俄境内部署大量的部队 还有瓦格纳部队的到来 也是为了可能再次从这个方向向乌克兰进攻 所以啊 无论是波兰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 都有争锋相对的冲突可能 在目前形势不断紧张的情况下 俄乌冲突 外溢将波兰和白俄罗斯 带到这场冲突里头的可能性 是随时都可能存在 未经许还在许可,如今和白俄罗斯东也发强了